引导队上来的这个9号 风波加松就是到前场来做一个支应的 接应的这个桥头宝座 做一个支点的 转身的打门 陈文一扑都弄得很漂亮 但是跟上的风波加松补射 这个球没有阅备 助理裁判没有举棋 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 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的时候 屁股出场的风波加松的进球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陈文一扑转身再打 这一下风波加松确实是没有阅位 陈文一在这第一时间 已经是做出了最快的反应了 四位松平球加转身的这一下 这脚打门还被杨善平脚尖给碰了一下 有一个小的变线 陈文一都已经给挡出来 但是在另外一侧 对于风波加松的这个盯簧出现了一个失误 西域尔扎松正面一对一 这一下打了一个低平球 平球在地面上有一个反弹 这个球从池文一的身下钻过去了 第88分钟 第88分钟 7号西域尔扎松的进球 是冰岛队2比0领先 在我们大局压上的时候 冰岛队的一次快速的反击 而且在这次反击的过程当中 冰岛队的这名中锋 分波加德 他的这个 作为一个中锋的侧应的功能 体现了出来 正是他在中路的一个分球 给了西域尔扎松机会 而西域尔扎松在进攻的时候 在最后已经到了禁区的边上了 这个时候 杨闪平还是距离 他有一定的防守的距离 所以西域尔扎松呢 也是强行的起脚 如果这个时候 在西域尔扎松 进进区线之前 站住位置 卡住位置的话 对他形成一定的干扰 汇尔扎松 我们再见到这边